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我带大家换一下这个汽车的传送皮带 我们需要的工具只有两样 第一样就是符合你车型的这个传送皮带 第二样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传送皮带的扳手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把车子停在了这个autozone的对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皮带呢是从autozone买的 如果它给我们拿了错误的尺寸 我们可以直接直接就去店里面找到换 这个呢是租的 你不需要去购买 这个如果在autozone租的话大概30块钱 然后你把它只要你归还它就会原价返回给你 所以我们用完以后直接还回去 现在把车前盖打开 打开以后先找到你的传送皮带 那咱们的传送皮带在这个风扇的后面 然后首先第一步你先拍张照片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皮带是怎么怎么转的 它有固定的那个位置 一般来说呢在你的前面这些塑料片上会告诉你 这个传动皮带应该怎么绕 但是我这里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参考你的bonus menu 实在不行就上网找它这个是怎么设计的 可以选择拍照 但是我这个空间太狭窄了 我这一直手先进去 你基本上都看不见了 所以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纹路 我们就画一张图出来 大概有七个这个传动轴还有还有一个皮带嘛 所以我们先把它画一下就仔细去看一下 然后把你知道的是它是什么传动轴 你先写下来像这右上角这个是ac嘛 这个ac然后呃这个power steering 那个就是呃呃你的你的方向盘方向盘的传动轴 然后中间风扇这个发电机 这个P呢就是一个pulley 它是它这个是可以移动的 它一移动这个皮带就松了 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带摘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画好图以后 知道它怎么走了以后 呃要确确定这个图是对的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你整错了 你这个就引擎就可能报废了 所以我们先要找到这个pulley 这是我们需要 因为我们要用到这个工具 所以我们先找到那个pulley 看它是一个什么什么型号的罗姆 先用16毫米的试一下 这就非常简单了 把这个拿出来 把这16毫米的套上去 对吧 找到我们这个这个tension pulley 那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这边这个最小的这个 那我们所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放下去 然后看到那个罗姆了 把它盖上去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型号的 那经过实验证明呢 它是一个15毫米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 有了标准的尺寸以后 我们就需要看一下 它是要往 这是车头的话 这里是车头的话 它要往往右边搬 往右边搬 让这个带子 呃有更多的迂回空间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把这个 这上面的拉力给它减小 才能把这个皮带给拿下来 但是现在这个范围太小了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动的 就是把这个进气口给摘掉 这里一个一字螺丝 拧开它就可以把这个拿下 然后这边呢 也只是有两个螺丝而已 这两个螺丝是13毫米 OK 这个拧松了以后 把它往上提 让它过了这个 OK 左右晃一晃 那这里有一个呢 是连在发动机上的 一个进气的吧 就把它拔掉 这个拔掉以后呢 这整一个进气口就可以拿下来 就像这样 就拿掉以后先放在一边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有更多的空间可以 供我们操作 这就是我说那个皮带拉力的那个轴 我们先给它这个套上去 像这样子 然后往右边拉 往右边拉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皮带 就松了 松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皮带弄下来 像这样 然后再把它慢慢放回去 OK 从底下把它拿出来 当皮带拿下来以后 我们观察一下 看上面有没有裂纹 其实这个皮带还好 但我要换的原因 是因为我发动机转的时候 它有声音 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皮带和一些传动轴 看看是不是松了 是不是旧了 是不是要换了 像这些 你都要推一下 看看 看看前后这样晃一下 看看它会不会松动 把每一个都换一换一换 如果没有松动的话 我们就可以照着我们画的这个图表 把我们新的皮带换上去 OK 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完成了新的皮带的换 替换了 那再检查一下 对应这个图表再检查一下 对吧 从这过来 绕着它的外围 走一圈 进到这个小的这里面 从上面 它的上面过去 这是皮带 这是那个小的皮带的上面 转到最大的底下 那个就是 底下那个就是最大的那个 然后呢 绕到这一边的 方向盘的传动轴 从底下那个大圆盘的绕 对吧 是从底下大圆盘的 转到传动轴 传动轴呢 再到空调的这个 空调压缩机 再到底下这个风扇 这样绕过来 再到ordinator 那咱们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两个ac发电机下去 绕着风扇 这是风扇 绕过去 没毛病吧 这个表格是对了以后呢 我们还要看一下 是否每个 每个这个皮带都对应的 那个槽 确定每一个都对应的相应的 这也没问题 这个也没问题 ok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撤了 对吧 如果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就再把这个拉过去 对吧 把它松开 然后再调整就行了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已经没问题了 就慢慢调整 调整到合适的地方 在我们打火之前呢 我们要把这个进气口给它放上去 这里连上了 这个放进去 然后先这样吧 这个螺丝还没上紧 先先试一下 看它 怎么转 还要注意把你所有的那些东西都拿开 把你所有的工具都拿开 像这些纸啊 螺丝啊 全都拿掉 确保上上面是干净的 见证奇迹的时刻 确定没有问题以后 我们就把这两个螺丝上上 还有这里 确保它是紧的 现在我们可以去把这些旧的皮带 还有这些垃圾给扔了 然后把这个工具给还了 那奥特总成功返回了我的所有的钱 29块6毛3 所以这些工具 其实奥特总都有借 你只需要找到它就行了 他们都是全额返回的 我觉得其实换传送皮带这个事情 真的特别简单 只需要把图画对 然后工具你需要有 工具是必须的嘛 然后把图画对 然后仔细观察 然后再做完了以后再检查 那你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非常的简单 我大概加上拍视频找角度啊 这些大概花了 只花了我30分钟吧 其实换皮带可能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换嘛 我第一次换皮带 所以我也不是特别懂 我也是在网上学的 其实是特别简单的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你下方评论 再说呢 感谢观看